马华树里总会长拿都斯里为加强星期四揭露 参与槟城海底隧道特别项目公司SPV的北京城建 并不像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早前所说的 拥有SPV公司10%的股权 根据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的资料显示 北京城建有史之中在SPV公司只拥有一千股 相等于0.00571%的股权 我想林冠英说他在2013年10月6号签署合业之前 所发表的一切谈话都不重要 也不能做准 It's not important and it is not relevant 这是林冠英说的 因为核业还未敲定 这是他说的 他这样的理直气壮的说法 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 因为这也说明他之前所说的话 是不能够作为参考 作为一个首长 他说的话等于没说 魏家翔召开特别记者会指出 根据槟城州政府的说法 北京城建拥有SPV10%的股权 但是在2016年5月11号的文件显示 北京城建只占了SPV里全数1750万股中的1000股 意味着北京城建连1%的股权都不到 魏家翔对此要林冠英解释 给民众交代北京城建什么时候 拥有过10%的股权 林冠英本身也多次提到 北京城建BUCG 那么SPV特别项目的股东 而且是持股10% 那么在2013年10月 宾州政府跟SPV特别项目公司 签署合约的时候 确实也看到 这一个北京城建是股东 而且也出席了这一个签约仪式 那根据官方的说法 从头到尾 BUCG 这个北京城建的股权都是10% 占了整个特别项目公司SPV的10% 而且这个SPV的名称是 但今天我想问问林冠英 志同他签署了这个合约之后 他是否发现到 在整个过程当中 北京城建并不曾经拥有 10%的股份 这是我根据 不同的年份 所做出的这个公司调查报告 SSM 所显示的资料 第一份呢 是在2016年5月11日 2016年5月11日 向这个公司注册局 所取得的资料 这是正式的文件 你看 这个角逐资本 在第二月呢 就是1750万 17.5 million 比较 这是在第二月 那么 接着下来 就是公司的 这个董事 第五月的时候呢 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 就是整个特别项目公司 这个名称叫做呢 Consortium Zenit Biocity Sleemahat 它的三大公司 第一个是JewTrust Sleemahat 拥有151千股 Zenit Construction Sleemahat 拥有1734万8千股 而北京城建 只有1000股 言下之意 在1750万股当中 北京城建 仅仅拥有1000股 换言之 这就意味着 北京城建 当时拥有的股份 在这个SPV特别项目公司呢 也只有0.005714巴仙 1巴仙都不到 离1巴仙都很远 更别说是10%的股权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2016年5月11日 当时的这一个呢 公司注册局的资料显示 魏嘉祥指出 虽然宾州政府声称 在2016年8月25号 北京城建 涉及吉隆坡一起工地意外后 就把北京城建 逐出SPV公司 事实上 北京城建一直以来 只持有SPV公司 0.00571%的股份 和那起工地意外 没有直接关系 魏嘉祥表示 既然中国铁建 只是承包商 北京城建 一开始就已经排除在外 他等着林冠英 给予合理解释 消灭 让区 感谢观看